相信你一定看过这样的新闻标题 某食品化学残留 疑似致癌物 让人心惶惶 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快速进步 特别是化学工业的日益发达 化学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如食、医、住、行等 处处均可看到化学制品 可见化学工业对人类生活品质的提升 及影响 但化学所造成环境的伤害 也越来越被重视 要能解决化学工业所造成的问题 就要先了解什么是化学 但化学跟化工听起来好像差不多 到底差在哪里呢 什么是化学 化学一词 字面解释就是变化的学问之意 化学是一门研究物质的性质 组成、结构 以及变化规律的重要科学 化学研究涉及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 及物质和能量之间的关联 而化学的研究范围是包括分子、电子、离子、原子、原子团在内的核、电子体系 当代化学大致分为四大学门 各学门又有许多延伸的子学门和应用化学领域 这四大门派依序为 有机、无机、物化、分析 若你大学就读化学系的话 这四大科就是你的必修专业 首先 有机化学是研究碳、氢、氧、氮、氮、硫等元素组成之化合物的化学学门 主要研究有机化合物的合成途径与方法、机构和物理性质 有机合成和新反应途径的开发 对于药物、天然物、生物和高分子材料的开发 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在化学工业有极大的影响 而无机化学为有机化合物以外元素的化学领域 研究化合物的合成途径与方法、机构和物理性质 最常见的分子体系为金属化合物 有机和无机化学领域常有交叠 甚至有密不可分的趋势 再来 物理化学是从物理角度分析化学原理的化学学门 可谓近代化学的原理根基 物理化学家关注于分子如何形成结构 动态变化 分子光谱的根本原理 以及平衡态等基本问题 大体而言 物理化学为四大学门中 最讲求数值精确 以及理论架构严谨的学门 最后 分析化学开发分析物质成分、结构与量的方法 使化学物质成分得以定性或定量 化学物质结构得以确定 依分析手段的不同 可将分析化学再细分为化学分析与仪器分析 分析化学是化学家最基础的训练之一 那念化学可以从事哪些工作呢? 在台湾 目前职场上需要专业化学背景的工作 大致可列举项是 教职 石化产业 化学化工业 生技产业 农药公司 检验公司 形式鉴定 毒检中心 法医研究所 半导体产业 食品公司 仪器公司 广泛来说 化学和生活结合十分紧密 能从事的工作类型也非常广泛 接下来 我们来看什么是化工 化学工程 简称化工 是研究化学工业生产过程中 有关化学过程与物理过程的一般原理和规律 并且应用这些规律 来改善过程及装置的开发 设计 操作的工程技术学科 他主要研究 大规模改变物料中的化学组成 及其机械和物理性质 以数学及少量的物理观念为基础 应用于化学工业上 来替工厂提供一个最节省成本的反应流程设计方式 而化工 主要可以分成以下三个基本概念 化学反应工程 程序设计 输送现象 化学反应工程 为控制工厂程序与条件 以确保工厂的最佳运作 利用实验室数据 及化学热力学的物理参数 来建构分析模型 或设计反应器 预测反应器之性能 而单元操作 是化工程序里的一个物理步骤 如结晶 过滤 干燥 及蒸发等 综合运用这些单元操作 得以制备反应物 纯化 并分离生成物 回收剩余反应物 以及控制反应器中的能量输送 最后的输送现象 是研究物质在状态改变时 能量 动量 质量的改变 输送现象的运用 在工业生产线上十分常见 包含流体力学 热量输送 以及质量输送 其中又涉及动量输送 能量输送 与化学物质的输送等 那念化工 可以做哪些工作呢 在台湾 化工系的出入非常广泛 目前职场上需要专业化工背景的工作 大致可列举像是 传统的化学 纤维 材料与石化工业 以及半导体 光电 电子资讯 医药 化妆品 生物技术 机械工业 环保等产业 都需要化工人才 化学和化工 虽然只差一个字 但两个科系学的核心差很大 简单来说 化学系负责实验 而化工系负责量产 所以化学系的学生 要学习的是 以前有哪些实验已经被做过了 又衍生出哪些可能的新实验 等着被尝试 主要关注在成分 材料开发的实验 相对的 化工系的学生 学习的是 当化学家开发出某种方程式后 怎么用一种系统化的流程 自动 大量 且低成本的制造它 所以 他们钻研的是 制成的设计 改良 产能 良率的优化 以及成本的改善等 关注在制成优化的实验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 大量化学合成的物质 不断被制造出来 伴随而来的大量废弃物 有些无法腐朽 有些会污染环境 严重破坏自然界的循环与平衡 绿色化学这样的呼声 在20世纪后期兴起 绿色化学着重于化学制成的设计 用以减少或消除有害物质之使用与产生 例如 解决能源问题 水资源问题等 所需要开发的新材料 新触媒或替代能源 这些都是绿色化学的范畴 化学家意识到 必须用更宏观与创意的角度思考化学 要从环保、经济及社会各种面向多方思考 以选定符合永续及绿色化学的制成 绿色化学的内涵 绿色化学十二原则 归纳为三个面向 永续、预防、确保 可检济为S、P、A 其中 永续群组的四项原则 包含物禁、再生、节能与低毒 预防群组的四项原则 包含了防废、催化、简洁与可解 确保群组的四项原则 包含了保安、降辅、监测与思维 听完化学和化工的介绍 你会比较想就读化学系还是化工系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